鼠蛇人心思缜密,2024年财运攀升,一波波好运连连来袭。 其实鼠蛇人在平日乐于助人,性格活泼开朗,很有上锦心,在事业上未雨绸缪,心思缜密,有强烈的经济观念,并且善于规划。 今年鼠蛇人将会得财神爷青睐,运势攀升,好运连连,有一波波好财运向鼠蛇人袭来,大小财童捅来,正横财多,在好运势的帮助下,赚钱的机会多得接不完,鼠蛇人会越来越有钱,财运和桃花也跟着越来越旺。 鼠蛇人2024年就等着喜事上门,新婚的鼠蛇人家中喜天贵子,财员滚滚笑开怀,还在工作的年轻鼠蛇人,未来容易得到贵人相助,事业上能稳步上升,时间进入2024年,鼠蛇人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发财机遇,运势实在太火爆,让许多其他生肖心里好生羡慕,鼠蛇人大财,小财纷纷来,钱财多到,钱包都装不下, 鼠蛇人在明年将会是惹不得的人物,鼠蛇人一生性格都是非常的可靠,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很认真的,而且天性也比较从容冷静,不会急躁,这样一来就不容易坏事,自己在办任何事情之前能想清楚,做出的决定一般都是正确的决定,11月下旬开始,他们的好运气会一步一步的升温,首先是财运开始好转, 在事业场上工资提升,收入增加,而偏财也在慢慢地改善,鼠蛇人可以开始向稳健的标的物进行投资,11月过后运势加旺,鼠蛇人他们的手气开始变好,自己也渐渐有了胆量,所以在投资方面也会有一笔收入,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, 而登上人生巅峰,不仅仅是这些,更是因为他们的投资眼光,也有实实在在的进步,不但可以在职场提升职位,也可以精准地低买高卖,他们的日子会越过越衣食无忧, 鼠蛇人十分开朗,他们善解人意的品性,会引来贵人相助,协助他们度过了磨难,鼠蛇人中老年后,愈来愈命好,富有安宁,福寿双收,真可谓吉人自有天相,大福大贵之命。 进入十一月中旬之后,宝寿关刚好有太阳,右臂,吉星磅身,在财运上最旺,因好运影响, 鼠蛇的人,再可以再出自理财理财上,下一些功夫,那么报答必定会不小的,等机缘一到,一不小心,就会赚到一辈子的大钱,晚年生活扬帆起航, 另外,对于部分鼠蛇的朋友而言,未来一个月与贵人运相辅相成,赚钱可谓是青云直上, 同时必须知道,生活的快乐,更多源于平静的内心,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,经过不断进取,往后定能坐享富贵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岁月在轮转,光阴在更替,而人之境界也一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。 年轻人的火热,而历之年的冷热交织,中年之后的淡漠。 一切都从热亡冷的一面发展,难道说人之感情就只会逐渐淡漠下去吗? 道家的庄子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, 夫田淡寂寞,虚无无为,此天地之平,而道德之志也。 大致意思是,田淡,独处,不争,以及无为,都是天地的本源,以及道德修养的极高境界。 这四点,都被现代人视为消极的做人态度。 这,不过是人们理解错了罢了。 要知道,道家的化用自然,本就是一种积极的处世姿态。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到底是顺从大自然的规则比较好,还是刻意改变自然比较好呢? 毫无疑问,肯定是尊重自然的规则比较好。 人类只不过是地球的过客,而地球和大自然才是真正的主人。 如果过客总认为自己是主人,那不就乱套了吗? 不论是做人也好,还是提高自己的修养也罢, 从自然的本源下功夫,让自身反扑归真,这才是做人的大境界。 田淡做人,是中年之后最好的姿态。 人到中年,劫难从生,有太多的问题以及风险向我们袭来。 面对这样的情况,我们该如何是好呢? 对此,庄子有言,致人之用心若静,不将不赢,应而不藏,故能胜物而不伤。 人哪,要让内心如同明镜一般,积极应对,不将就,不逢迎,也不隐藏自己的本性, 所以刻意超脱于物质之外,于精神当中有着极高的修养。 要想让内心变通跟明镜一样,最好的方法并非是刻意为之, 也不能过分暴躁,而是需要田淡做人,平静做事,不要想太多。 就拿苏氏来说,人到中年之时,他遭到了皇帝的贬折, 但他还是高唱着酒憨凶胆上开张,并为双又何妨。 我虽然上了年纪了,但我还能举杯畅饮,胸怀宽广, 那就算白发丛生,又算得了什么呢? 生活过的不仅是物质,更是心态。 心态平和,一切不就安定下来了吗? 做人能不能甜淡点,就跟一杯茶能否沉淀下去一般。 如果你过分摇晃,这杯茶就会污浊不堪。 唯有你把这杯茶放平,静止,相信它才会有清澈的那一刻。 人生如茶,没必要过分急躁,淡然点,平静点,反而会更好。 人到中年,最高的境界是绝情。 何谓绝情? 从字面意思来看,就是断绝自己的感情,活成毫无感情的冰冷之人。 这是最为浅层的理解。 而深层次的理解,应当是断绝不必要的感情, 稳定意志慌乱的心态,放平自己的情绪,以静水留身的态度,去面对即将而来的生活。 庄子说过,不乐寿,不挨腰,不融通,不丑穷。 做人,不应该为了长寿的快乐,不应该为了夭折而悲哀, 不应该为了通达而光荣,也不应该为了穷困而感觉到丑陋。 当我们不在乎荣辱生死,不在乎所得所失的时候, 那我们就达到真正绝情的境界了。 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以平常心做人,以自然心做事,无往而不利。 对此,有人就疑惑,难道说无为比有为更要有用吗? 其实,真正的无为,其全称是无为而无不为。 直白一点来说,该承担的责任,我们要积极承担。 而不该做,甚至违背自然规则的事,那我们就不能做了。 遵守自然的天道,遵守社会的法律,修炼做人的品德, 有着个人的底线,那才是真正的绝情下的无为话有为。 人活一世,要对世道人心淡漠。 庄子说过,人生天地之间若白居过细,忽然而已。 人这辈子就像是白马穿过了缝隙,一瞬间都消失不见了。 天地无穷,人寿有尽,没有人能够长久到永远。 万事万物,都会沧桑巨变的那一天。 既然人生如白居过细,那我们又何必在乎这红尘俗世的烦恼呢? 就拿中年人来说,总是觉得压力很大,身边人不好, 同是上司过分无情,人心过分狠辣。 于是乎,我们每天都纠结,每天都内耗,那结果不过是自讨苦吃罢了。 古人有言,世间本无事,庸人自扰之。 这世间原本就没有什么大事,更不存在什么无休止的烦恼。 人们天天都痛苦不堪,不过是因为他们陷入到了自我侵扰的死循环中罢了。 之所以我们要对世道人心冷漠,并不是让我们完全不理事事, 而是让我们愈发淡然,不理人是人非, 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,爱怎么做就怎么做, 与我们毫无关系。 世人各有选择,冷眼观之就好, 万物各有归宿,冷清待之就行, 世事各有改变,冷静处之就够了。 没必要纠结太多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